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聲聞大師》 在《廬山英雲》這本書中 所說到的一首解語 大海之水可飲盡 賊那心念可掃之 虛空可涼風可係 無能說盡佛境界 是出自《華嚴經》 這首解中是在讚嘆佛的功德 我們信仰佛 尊敬佛 禮拜佛 佛究竟有什麼值得我們信仰 值得我們尊敬 我們尊重的是佛的功德 佛的威力 佛的慈悲 和般若智慧 好字 大海之水可飲盡 海水之量又大又多 就算你將海水飲盡 但佛的境界亦無法知道 賊那心念可掃之 佛教經典中計算時間 最短的單位是一賊那 少壯一壇子 六十三賊那 祂的意思就是說 年輕人彈一下手指 就有六十三個賊那的時間 可以知道 這一個賊那是很短很短的時間 我們的心一直在賊那生滅不停 賊那的心念生滅 我們可以知道 但佛的境界是無法知道的 虛空可量 風可係 虛空闊大無邊 無形無上 就算我們可以量度虛空 將風綁住 亦難以衡量佛的境界 其實這些譬如都是不可能的 大海的海水怎能飲盡呢 賊那的心念又怎能知道呢 虛空的大勢怎能去測量呢 風又怎可能我們可以綁住 就算這些都可以 無能說盡佛境界 佛的境界仍然是說不盡的 因為佛的境界是無限的解脫 無限的慈悲 無限的智慧 無限的妙容 無限的法源 無限的功德 佛界都是無良 無邊 無限 無窮 無盡 所以我們送經佛陀 信仰佛陀 禮拜佛陀 人亦都有人的境界 有人格 思想 道德 生活亦都有生活的境界 只要不要沉迷在五欲塵路裏面 自然慢慢地就能與佛的境界相應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阿彌陀佛